詞曲 李宗盛 《猎王记下》第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十四节 第一节 耶和华要用旋风来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我往伯特里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耶和华说 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们 门徒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前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住在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 就近以利沙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第六节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前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的门徒去了 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的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于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以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早 不然必然得不早了 十一节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然有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 我护啊我护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就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打水 说以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以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 这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段 因为在这段 在讲到以利亚的升天 也讲到以利沙 他怎么从头到尾的来跟随 那么在这段经节里面 其实他的主角并不是以利亚 因为如果我们从猎王记下开始 以先知为主的记载 其实就是什么 用以利沙为主角 所以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 有一句话 一直不断地在重复 叫做先知的门徒 那么这个先知的门徒 在原文叫做先知之子 先知的儿子 那么这个字眼的出现 其实也是用在以利沙的身上 我们如果从这个四章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的生平 所有的以利沙 以及他的门徒 那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常常写到的就是先知的门徒 那么在这之前的这个字眼 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事实上 我们从猎王记下开始 先知的主角以利沙 当然包括这一段 那么不过我们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都是会讲到以利亚他的身天 以利亚的身天 这个事迹 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不过我们今天 这个主角还是要讲以利沙 讲以利沙 在这段的记载里面 就是讲到他们的师徒两个人 那么如何的走在这个路上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节里面 好比说在第二节 第四节 还有第六节 这个字句的形式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就讲到说他们出花到了哪里 然后先知的门徒就来告诉以利沙说 你的老师要离开你了 那个以利沙他就说 我知道你不用讲了 然后他们就要去新的地方 以利沙他就启示说 我一定要跟你走 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 这个字句的排列 其实是用种对比的排列 以利沙每次他所启示的内容 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记载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人是同心而且同行 而且以利沙他是跟随到底 那么对这个做老师来讲 他已经拒绝过他好几次了 就告诉他说 你不要再跟了啦 那么他们一开始就从吉甲出花 然后来到这个伯特利 然后到了这个耶利哥 那么过了约旦河 那么这个吉甲在迦南地里面 有很多地方都叫到吉甲 好比说约书亚 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 第一站就是吉甲 不过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吉甲 根据一些圣经的学者的研究 并不是约旦河边的那个吉甲 应该是在西北边的这个吉甲 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路程 可以说是从西北一直往东南来走的 也就是从西北的吉甲 然后来到中部的这个伯特利 一直到耶利哥城 那然后呢他们就过河 这就是他们所走的这个路程 在每一站的时候 以利亚都告诉她的学生说 你可以在这里等 你不用再跟了啦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如果从经文看下来 以利亚她根本就不知道说 她的下一站要在哪里 她每到一站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说我在来 我要去哪里 她都不知道 她比如说她从吉甲的时候 她都说神给她裁钱 那么现在他们要去这个伯特利呢 所以就告诉利沙说 你不要跟我去了啦 在这里等我就好了 那么为什么 因为他们到伯特利以后呢 那么再来要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她根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如果从后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为他们到伯特利的时候 那么神要把她取去 大家都知道 他们到伯特利这个地方 那里有一些先知的门徒 就来告诉这个以利沙 你的老师想要把她带回去了 你知道吗 只是她不知道说 要用什么方式而已啦 他们认为说就是今天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都是这么说 大家都是知道 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说要在什么地方 包括以利亚本身啊 所以她到了这伯特利的时候呢 她就在那里等了 等神的下一个命令 因为她不知道 再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以利沙也知道 她的老师一定会离开的 但是她愿意跟随到底 对这个当老师的来讲 我都不知道我的前途是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前面的路了 那你何必就跟着我呢 你跟着我去走一个 不知道前途的路 那么这对以利亚来讲 其实是她很疼爱她的学生 因为她不愿意说 她的学生 不知道目标 还一直往前走 所以她说 你在这里等就好了 那么因为到了伯特利的地方 以利亚也在那里等啊 那么后来神才告诉她说 你要去耶利哥 他才告诉她的学生 所以他们在伯特利的时候 才知道说 他们要在耶利哥 要往那边去 不是他在基甲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那么甚至来到了 这个耶利哥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再来要去哪里呢 他也不知道啊 他也在那边等啊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每到每一站的时候 都告诉她的学生说 你不要再跟随了啦 完全跟随这条 完全没有前途的路 那你跟着我走 要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问题是每一站 以利沙都启示哦 以利沙都怎么启示 说我一定要跟你到底 一定要跟你到底 那为什么要跟着老师 走这种没有前途的路 完全没有目标的路 为什么要一直跟从 因为这是一条神的道路 是神的道路 因为每一站都是神说的 每一站都是神说的 所以他所跟的每一站 都是神指示的 所以他知道他的老师 走的路是一条神的路 那么既然是神的路 那当然他就要跟到底嘛 因为走这一条路 是绝对没有错误的 没有错的 所以神所指示 我们老师的这条路 哪可能会走错的呢 所以他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跟随 然后一直的在学习 一直到最后一站 圣经里面记载的最后 他们来到耶利哥 那么来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 然后想要过河 加持以利沙如果没有跟随到最后的话 那么最后花生 以及所得的福混 他根本都得不到 他根本都得不到 以利亚走到约旦河边 然后就拿着外衣来打水 然后走这个甘路过去了 那么加持以利沙 如果没有跟随到底的话 他根本也看不到这个神迹嘛 然后过后以利亚 他就告诉他一句话说 他说我还没有被神接去的时候 不管你求什么 你都可以求 后来他求他的老师又说 我离开你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 那么你所求的就一定能够得到 那么假使他没有看到 那根本都得不到的 根本都得不到的 所以我们想看看 他如果没有一直跟随到最后一站 中途就放弃了 如果中途就没有了 那我想这条路 他跟到那边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因为这条路刚才讲过 是一条没有前途的 那跟我老师走这个没有目标的路 那么走这个路要做什么 如果说他有疑惑的话 如果说他动摇他的信心的话 他一定是半途而会了 那么后来就完全得不到这种种的福气了 那么甚至人求的机会也没有了 人求的机会也没有 但是以利亚他告诉他 我被神接去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 那么你所求的就都能够得到 那么在后面呢 又特别说 你如果没有看到 你就都得不到 你都得不到 那么以利沙到最后 为什么他能够得到 就是因为跟随到底 为什么他要跟随到底 因为我刚才讲过 因为这是一条神的路 这就是以利沙他的这个坚持 先知的门徒 他们都知道 神要接以利亚升天 但是他们都看 好像可能没有看到一样 好像这个事情 不关我的事情一样 他不像以利沙 以利沙就不同了 他一心一意的要跟随到底 这是以利沙跟一般的门徒 他不同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路上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目标 看起来好像不知道 是不是能够得到 因为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 他有去过天国啊 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到天国 跟主耶稣在那里同住过啊 只是圣经这么记载 只是主耶稣这样的应许 不过我们知道 这是神的路 假使我们半途而会的话 那么一切的应许 一切的福混 也都跟我们无关了 以利沙 她今天为什么能够得到 因为她能够走到最后 所以在跟随的过程当中 她不是不知道 到最后她的老师会离开她 甚至大家都知道 到了每一站 大家都告诉她会发生的事情 你的老师要离开的事情 她也知道 她也心里早就有做准备了 只是她不知道说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不知道说在什么时候 不知道说在什么地方 但是她相信 这条路是神的路 因为这是神 神只是我的老师所走的路 所以她就一直的跟随到最后 这条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走正确的路 而且要坚持到底 信仿的路就是这个样子 以利沙今天她能够得到这么大的福分 能够成为以利亚的传人 最后这一段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条路是最重要的 因为她有走到底 所以她就得到了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路上 我们要坚持这种的原则 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 而且我们是走到最后一步 那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再说以利亚被神接去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有看过 《猎王记》下的第二章 第一节 还有十一节 我们根据这个经节来看 以利亚 她并不是坐火车火马 她是坐着旋风升天的 坐着旋风升天的 所以这或许在我们经节的了解上面 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 有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忽略掉 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没有说她是坐火车火马去的 火车火马是把他们两个人隔开 把他们两个人隔开 那如果从这个原文来看 这个火车是单数 那么这个火马是多数 所以或许我们能够想到说 就很多匹马 在拖着一步的这个马车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从这里看到 以利亚应该不是坐火车火马上去的 因为在第一节说 她是坐着旋风 说神用旋风把它截去 那么在二章十一节也说 她是坐着旋风上去了 那么这是这段经验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的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 他们已经过河去了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我就必得着 不然你一定是得不着的 那么在九节十节 所以以利沙她就怎么样 聚精会神的专注看着 一直看着 结果她就得到加倍的感动 得到加倍的能力 你所求的就可以得到 结果她求什么 在第九节 中文圣经说 加倍的感动我 有没有 加倍的感动我 本身的意思就是两分的灵 两分的灵 不是加倍的灵 是两分的灵 那么为什么她会这么求呢 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来看 这个长子是可以得到 这个两分的财产的 两分的财产 那么在这里求两分的灵 可以更加的感动她 其实就是要肯定说 我确实是以利亚的学生 而且我是接续她来做神的先知 那如果从四五节以后 再来查考 我们就可以发现 第九节 她这期许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从后面 她过去的时候 她的老师是用衣服打水 然后过河 第八节 这是她老师所做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问题是她的老师 已经被神接去了 已经被神接走了 已经不在了 已经跟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那么再来呢 就是靠她自己了 她不能够再跟随她的老师了 那么现在再来 她要怎么做呢 那么跟随已经到底了 再来就是要自立的时候了 要自立的时候了 问题是她要怎么做 我们 她在约旦河东边 那因为她已经过河去了 所以她的老师已经带她过河去了 那么她现在一定要回来 过河去 她一定要回来 因为约旦河东 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 在以利沙的时代 他们已经分成南北两国了 那么她的老师是在北国做先知的 也就是亚哈网 以色列国 那以利沙她现在要回来啊 因为她不能够待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 如果她没有过河回来的话 你说她要说 她要做神的功是骗人的啦 一定没有什么功好让她做的嘛 因为她要做神的先知啊 她要带领着她的百姓 再来呢 要带领王的信仰 都是在什么地方 在西边的地方 不管是南朝或者是北朝都一样 都是在约旦河的这个西边 所以呢 她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回来 那问题是她怎么样回来 她如何回来 她如果没办法回来的话 一切都归空了啦 但是她的老师这样过去了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什么 第八节 看起来好像是一件衣服嘛 好像用衣服打水嘛 好像一件衣服 其实不是 衣服不过是一个工具啦 真的 以利亚能够让水干掉 能够走过去 是因为神啦 是因为神 那十三节十四节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神的能力啦 神的能力 跟她的老师 以利亚同在 所以她可以行出这种神迹来 所以她也可以走干地来过河 那么今天我刚才一直强调一点 她一定要回来嘛 她一定要回来才能够为神做工嘛 因为圣工的工程都是在这边嘛 在这边 所以她一定要回来 所以她就这样说 以利亚的神啊 你在哪里 以利亚的神啊 你在哪里 这是她对神的一种呼求 一种呼求 求神的灵 能够与她同在 求神的权柄能力 能够与她同在 所以打水回来 跟她的老师一样 这个水就昏成左右两边 所以她就走干地 走干地 当以利亚从河东 走到河西的时候 她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神的灵跟我同在 神的灵如何跟我老师同在 今天神也怎么样跟我同在 我的老师 他能够得到神的同在 能够行出神迹 能够得到能力 今天我也得到了 所以能够过合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就是神的灵 就是神的能力 但是我们从十二节 十二节后半段看 她说以利亚 把自己的衣服把它撕破 然后拿她老师的衣服 把它捡起来 就有一个很强的象征的动作 象征的动作 就是传承 传承 这件衣服不是她的 她把自己的衣服撕掉 那么她所拿起来的衣服是谁的 是她老师的 所以她打水的时候 是她的老师的衣服 那当然依靠的是什么 神的能力没有错 靠神的能力没有错 但是这都是有一个很强烈的 象征的意义在这里面 也就是刚才讲的传承 两个字 传承 她的老师 从神那儿得到能力 今天她如果能够跟她的老师一样 有这个能力的传承 所以她才能够过到河西边这边来了 在圣工的行列里面 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永远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但是在信仰上的传承 在圣工上面也需要传承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任何的工作 家庭的信仰的培养 都是要把这些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去 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以利沙今天能够从约旦河东 来到约旦河西 不但是靠着神的能力 她也得到了她老师的传承 所以这件外衣 虽然我们外表看只是一种物质的东西 但是它有很强烈的一种象征的意义在它里面 强烈的象征的意义 就是神在那个时间 已经把这个能力把它传承下来了 而且以利沙也因此能够成为神的工人 成为神的工人 因为她就走回去了 走回去了 这很重要的事情 过何以后呢 如果我们从十五节以后 看到她就走回去了 对不对 她走回去 然后她从吉甲出发 来到伯特利 来到耶利哥 然后过河 那么现在 以利沙自己一个人过河回来 只有她一个人过河回来 那这耶利哥以后呢 耶利哥以后呢 这第二站回去伯特利 而且很特别 按照本来的路线这样走 那他们最后应该要到哪里 到吉甲 应该到吉甲 但是事实不是 事实不是 二十五节 我们看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他们离开后 他们来到哪里 二十五节 很清楚 就是以利沙离开伯特利以后 不是回去吉甲 而是上到加密山 上到加密山 那为什么要上到加密山 那这到底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他会走到那样的地方去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激励自己 让自己有这个心智 能够专心来服侍主的地方 我们看列王记上的十八章 我们用很快的数看一下就好了 十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还有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不用读 我们看就知道 这故事我们应该也很熟了 为什么以利沙 她要上到加密山 原来在加密山上 有发生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 在她的老师 那么在加密山上 如何的勇敢的 为主耶稣来打拼 她的老师如何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为主耶稣来做工 而且到最后能够挽回百姓的信任 得到最后的胜利 所以这一场的战争 让以利亚她的工作达到最高峰 她的信心各方面都达到最高峰的地方 但是这是用生命换来的 其实我们看这段圣经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全山上 全这个山上 没有一个人站在她这边 而且她问百姓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人要讲话 没有一个人要出声 没有一个人要讲话 没有一个人要站在她这边 当时亚哈王 还有那些假先知 更加不可能站在她这边 所以今天的以利亚 一个人 她一个人在山上 来混斗所有的人 不单是八百五十个先知而已 而是反对的王室的势力 还有要面对所有的百姓的背叛 但是只有她一个人 只有她一个人站在神这边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事情 但是她勇敢地站在山上 她能够为主来拼命到最后 所以神就跟她同工 神跟她同工 她得到了胜利 所以为什么 以利沙她要上到这个加密山上去 应该照理讲 她要到吉甲才对 但事实不是这样 她离开伯特里以后 她竟然爬到了这个加密山上 在那古战场的上面在看 在那里在回忆 在那里来激励她自己 在那里想说 我的老师 他怎么样在这个地方 为主耶稣来拼命 我的老师怎么样在这个地方 为主耶稣做了大工 所以他到最后 如何得到神的同工 得到最后的这个胜利 所以今天我的老师已经离开我了 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今天要接续她的圣工 我要怎么样做下去 前面的这个榜样 我要如何来笑话这个点换 所以她离开伯特里以后 她就上到了这个加密山上去 以这个环境来激励她自己 以这个环境来激励她自己 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 她想到她老师在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她一定得到很大的这个激励 能够在那地方得到一般的心理的力量 一股力量 从那时候圣经记载的 她就下山了 她就下山了 所以她就来到撒玛利亚去 这个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的首都 也就是后来她做工的一个中心点 那为什么她就上到加密山 她要在那里看到真正的点换 真正的得到这个激励 然后兼顾自己的心智 然后才下山呢 一直直接到她做工的地方 也就进入了这个撒玛利亚 所以呢 这个以利沙在加密山上 是一个很有智慧 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也是一个用环境来改变自己 用环境来改变自己 用这外在的那个环境 让自己能够坚强的 能够坚强起来 这就是以利沙一个非常聪明的地方 也就是她一种自我要求的地方 那么根据猎王记相 以后的记者 后来以利沙所做的工 以及她所走的路 所做的工的形式 其实跟她的老师不完全一样 我们知道 其实跟老师是不完全一样的 因为怎么 因为我举例来讲 以利亚 我们知道她跟王室 当时王室是对立的 对不对 跟王室是对立的 所以她在世的时候 其实真正面对的只有一个王 就是亚哈王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她是跟王室是对立的 以利亚跟王室是对立的 但是以利沙 我们到第四章以后 我们如果看到以利沙经过 以利沙跟王室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好比说乃曼元帅的故事 乃曼元帅的故事 以色列王想说 你这是故意在挑衅我的 你为什么写这种信来 而且是亚兰王写的信 你故意要跟我争战的 故意要跟我争战的 但是所找出来的一个借口 所以你故意要用这个借口来跟我争战 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是谁帮她解决的 谁帮她解决了 以利沙 以利沙替王来解决这个难题 所以在经文里面记载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以利沙 其实跟王室的关系 就是非常的密切 所以她做共的方式 跟她老师做共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以利沙 她的名字意思就是 耶和华是我的救助 耶和华是我的救助 所强调的是什么 是恩典 以利沙 但我们联想到的是基督的死结 基督的死结 以利亚的工作是毁灭性的 是烈火的 那么以利沙呢 是仁慈的 是有益的 那么 她的能力 等于是以利亚的两倍 等于是两倍 因为根据我们查考 我们统计了 以利亚一生里面 行过七个神迹 七个神迹 而以利沙呢 她是行过十四个神迹 所以她的能力 行神迹 是加倍于 这个以利亚 加倍于以利亚 那么所行的 其实等于是老师的两倍 是老师的两倍 那么以利亚是 旷野的这个先知 那么以利沙呢 是宫廷里面的王侯 宫廷里面的王侯 以利亚是做严厉的谴责 但是以利沙呢 是慢慢地教诲 慢慢地得人 以利亚是骂人大王 到哪个地方都骂 你怎么样 你往什么得不对 骂人大王 而以利沙呢 是朋友 跟人家做朋友 是赞美 以利亚是互仇的谦虚 而以利沙是慈爱的 报信的人 以利亚是什么 是排他信的 以利沙呢 是理解 理解他 然后改变他 以利亚是猛火爆雷型的 以利亚是精力很充沛的 而以利沙呢 是非常温柔的 是同行的 是很朴实的 以利亚我们从圣经看 她是独行侠 独来独往的 而以利沙呢 她是深入了这个社会 所以从这个种种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以利亚的做工的形式 跟以利沙其实是不一样 虽然说做工的形式不一样呢 但是忠心致死的心不改变 忠心致死的心不改变 而且一直走在主的路上 那么这个原则不改变 所以这两个师徒 当他们要离世的时候 人对他 神对他的人生的结论 是用同句话 来做他的人生的结论 人对他的看法 也是同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 列王记下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二节 列王记下二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节 十二节 约沙法说 他必有耶和华的话 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 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 那我们看过二章的十二节 二章十二节 这里讲到说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 说我护啊 我护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后就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再来看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四节 十三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好了 十四节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沙斯下来看他 胡在他脸上哭泣说 我护啊 我护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人们对他的评论 都同一句话 是什么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所以他们两个人 到最后都是离世 但是圣经对他们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利亚能够一生胡适主 跟他的老师 同样的忠心致死 到最后 圣经给他的结论 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在世的时候 所做的功 虽然他的形势不一样 做工的所在 做工的时间都不一样 但是呢 神都悦纳他们 他们人生的结论 都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因为他一直走在神的路上 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 来做工到最后一步 要做到最后一步 以利亚他的做工 他是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升天 做到升天为止 那以利沙呢 做工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病在床上 他病倒在床上 那么当时往来见他 甚至往来见他的时候 他又做了圣工 那么到最后才离世的 到最后才离世的 所以这两个使徒 他们在世的时候 以利沙他能够跟随到底 能够走在主的路上到底 得到主的悦纳 到最后能够得到主的同工 那么在他的独自的做工的时候 他知道起点在哪里 起点就是吉甲 不是撒玛利亚 是在加密山 在那里得到利亚 所以他能够做工 做到最后一天 能够做到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既然已经走在 正确的路上了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也要走到 最后一步 所以信仰的坚持到底 在这个圣工的行列里面 有时候我们自己创造环境 来兼顾自己 使我们在圣工的行列当中 因为我们前辈所留下了 有很多很多这个榜样 我们故意进到那个时空里面 进到时空里面 让我们得到力量 让我们得到激励 让我们得到坚固 让我们能够走到最后的一步 所以不管在信仰 或者是在圣工的行列 不管是跟随或者是自立 我们永远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走在神的路上 能够坚持到底 唱诗 一百七十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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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